歡迎打開ROBI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大三元 和瘋狂電視台瘋電影 今天的這支影片比較特別 會談兩部電影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這兩部都是今年台灣過年 連假的賀歲片 大家都會想要問這兩部之間的比較 或者是我比較推薦哪一部電影 所以我就想說把它放在一起談 那當然還有一部早一個禮拜上映的寒單 但它的性質比較不那麼的賀歲片 我就不放在一起談了 於是今天的主題就是 2019年台灣賀歲片大PK 賀歲片是什麼? 說穿了就是配合節日上映的電影 就像情人節要看愛情電影 鬼月或者是美國的萬聖節要看恐怖片一樣 還有中秋節要考弄 農曆新年假期當然也要有這種 適合過年氣氛的電影要上映 而大三元和瘋狂電視台瘋電影 是我看完之後覺得非常勝任賀歲片的兩部電影 他們都有成功地做到應該要有的熱鬧和歡笑 以及適合一家大小進電影院的氣氛 電影的質感和內容也沒有太差 尷尬的場面偶爾還是會有 我想這是沒有辦法的 但做得很好的一點就是 他們都不會讓我感覺到有太過刻意的搞笑感 而是自然地利用人物還有劇情安排去穿插笑點 都算是令人感到舒服的喜劇片 接下來的內容 我會來回在兩部電影之間穿插比較 希望你們不要搞混 先談談大三元 因為我是在同一天先看大三元 再看瘋狂電視台瘋電影的 由陳一瑜指導陳佳華 Ella 和張宣瑞主演 這部賀歲電影主打麻將作為主題 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劉德華、劉青雲、古天樂、梁詠祺的那部香港電影 立古立古新年財 也算是台灣近年比較少見的發大財類型的電影題材 當然是看中大家過年要小賭一下 並且可以在麻將桌上面學習人生哲理還有聯絡感情 瘋狂電視台瘋電影是改編自全民大劇團的創團作 瘋狂電視台 一樣是由謝念祖編導 在電影的版本找來了歐漢聲 並且配上新面孔林明珍還有劉冠廷主演 以諷刺台灣的電視台亂象 還有緬懷電視綜藝節目作為主導 歡迎收看向山報新聞 在喜劇效果上 大三元走的是很典型的台式喜劇 有一段精彩不俗氣的歌舞場面 搞笑短劇式的人物和段子 並且平衡得很不錯 但你也可以說不夠慫的有力 或者是笑點也不夠優雅諷刺 Ella和張軒瑞也不是喜劇太陡 應該沒有人期待Ella要好笑吧 不過在劇情的保護 還有每個配角收放自如的表現之下 整體來說是很合格的喜劇 尤其是電影的前半部 我特別喜歡導演在畫面當中的搞怪 例如許富凱的舉牌 和大賀每次出場都很搶眼的雕像 都會讓我在看電影的時候 很認真地去找他們在幹嘛 當然還有乃哥的驚鴻一撇 都是讓我笑出來很開心的部分 瘋狂電視台則是靠著原本劇本的優勢 最有笑點的地方 都是在那些手忙腳亂的電視節目橋段 他的性質比較像是那種充滿苦笑的荒謬喜劇 好笑的地方你都可以看見他的諷刺在 主角歐弟的部分被設計成刻意不能搞笑 我必須要說這是一部險奇 請來歐弟卻不讓他在賀歲片裡面搞笑 這是很有勇氣的做法 相比我好幾年前看的瘋狂電視台舞台劇 電影的版本也選擇不搞笑很多 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溫暖和懷舊 我想這可能是導演謝念祖從2010年創作這個戲 到今天的一些轉變 在劇情上大三元就是簡單勞梗的羽龍共舞公式 落難公子遇上野蠻小姐 年輕總裁演出王子復仇記的戲碼 說到要以麻將學習人生的什麼哲理 或者是主角有什麼樣的成長 都比較像是過過水而已 因此這也是大三元的後半段比較無力的原因 不過反派人物的成功 從黃仲坤足夠有張力的演出 是把劇情張力還維持在一個不錯的狀態裡 瘋狂電視台瘋定影 則是從原本舞台劇的劇本當中 更提升了劇本的深度 讓這個故事在今天更有它的價值在 它成為了我們每個電視兒童 長大成人之後的一個禮物 也是向電視節目告別的一個晚歌 幾段電視節目的片段 都在找回我們對過往電視的美好回憶 最後一幕現場直播的部分 除了反應直播當道的現象 也出現一段段電視節目 跟真實人生的交錯 像是突然發生的分手擂台 就是很神來一筆的部分 不過這些都是必須你認同這些電視文化 熟知這些電視節目才會有的感動 在人物的情感敘事上面則比較斷裂 比較沒有那麼清楚的敘事 其實大三元也是有敘事上的斷裂點 就是看完這一幕跳下一幕的時候 沒有銜接的很好 會感覺到故事上面沒有那麼的順暢 有一些不舒服 但瘋狂電視台在這方面出現的次數更多 也更影響故事的發展 一部賀歲片很大的部分還是在看演員的表現上面 討不討喜、精不精彩 還是我們去看這部電影感受最大的部分 前面我說過 大三元靠著整體演員有把劇情支撐起來 而主角Ella部分 則似乎沒有那麼大的表現空間 他跟第一次演賀歲片就很有誠意的張宣睿 之間的對手戲 沒有太精彩 但也不會到毫無亮點 一場兩個人之間的哭泣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也讓我有感動到 但是他們怎麼看都像是姐弟 而不是姐弟戀 頂多有看到Ella對著小鮮肉有流口水而已 兩個人的愛情線對我來說是比較可惜的部分 相比起來瘋狂電視台的愛情線 則是讓我非常驚訝的部分 林明珍和歐漢森這條線 是可以說服我而且好看的 首先林明珍的大馬國語 和他在螢幕上面的表現 我覺得非常的可愛 幫助這個過分天真的角色加分很多 然後Odi也有把這個男主角的轉變演得很討喜 他把這個角色演成那種認真打拼負責任 肯吃苦的台灣男人形象是很成功的 而劉冠婷的角色是會讓很多人喜歡的 他有好幾段的模仿和搞笑 而且是那種清爽不油膩的表演 可惜他的角色比較功能性質 你還是會覺得這個角色的行為有時候來的太沒道理 要挑這兩部電影的缺點我想還是有的 可是畢竟是過年嘛 那大家就還是放鬆開心的看電影吧 這兩部電影都有給我驚喜 都不是那種讓我看完之後覺得浪費時間想要翻白眼的電影 我會比較推薦哪一部呢?兩部真的各有千秋 瘋狂電視台比較嚴肅比較感傷 有比較多導演個人的想法還有感受 有提到大環境的改變和這個時代洪流下 一些過去的回憶還有曾經的美好 而我們只能放下過去影響未來的新世界 而大三原則是簡單無腦的家庭內鬥劇情 喜劇成分比較純熱鬧度也比較高 談的也是傳統價值的維護 還有找回過去失散的精神 我想這樣應該可以依照你的需求選擇你想要看的電影 當然我還是會推薦你兩部都去看 希望你兩部電影都會喜歡 哪一部電影比較吸引你呢? 或者是你看完哪一部之後比較喜歡呢? 也歡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這兩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者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幣頻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電影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